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 众海岛啊!你们要在我面前静默 愿万民重新得力 让他们进前来,然后说话 让我们聚在一起辩论吧 谁从东方激动了一个人 凭公义把他照到自己的脚前来 他把列国交在他面前 他制服众王 他使他们在他的刀下化作灰尘 他使他们在他的宫下像碎街一样被吹散 他追赶他们 安然走过他的脚未曾走过的路 谁定这事并且做成 谁从起初预定万代呢 就是我耶和华 我是首先的 与最后的人同在的也是我 众海岛看见了 就都惧怕 地级也都战惊 他们都进前来 个人彼此帮助 对自己的兄弟说 要坚强 木匠兼顾金匠 用锤打光金属的 鼓励打粘的 论汉宫说 汉得好 又用钉子钉稳了 使偶像不致动摇 但你以色列我的仆人啊 雅各我所拣选 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你是我从地级抓来的 我从地的远方召你来 对你说 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了你 并没有弃绝你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四处张望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看哪 向你发怒的都必蒙羞受辱 与你相争的人 都要如同无有 并要灭亡 与你争敬的人 你要寻找他们 却找不着 与你交战的人 都必如同无有 好像虚无 因为我 耶和华你们的神 紧握着你的右手 对你说 不要惧怕 我必帮助你 虫子雅各啊 以色列人啊 你不要惧怕 我必帮助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的救赎主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看哪 我要使你成为打凉的器具 又新又锋利 又有很多力齿 你要扬进群山 把他们压得粉碎 又使刚铃变成康比 你必拨扬他们 风要把他们吹去 驯风也要把他们吹散 但你要靠耶和华喜乐 以以色列的圣者夸耀 困苦和贫穷的人寻求水 却没有水 他们的舌头因口渴而干燥 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 我以色列的神 必不离弃他们 我要在光秃的高处 开辟江河 在山谷之间开辟全云 我要使旷野变为水池 使干地变成水泉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薄树 造甲树 翻石柳树和野橄榄树 我要在沙漠中栽种松树 山树和黄阳树 好叫人看见了就知道 思想过就都明白 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 耶和华说 乘上你们的案件吧 雅各的王说 把你们有利的证据拿来吧 让他们前来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 以前的是什么事 让他们告诉我们 好叫我们用心思想 得知事情的结局 或者向我们宣告那要来的事 把以后要来的事告诉我们 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 你们做这些事 或降福或降祸 以致我们彼此对望一起观看 看哪 你们属于无有 你们的作为都属于虚空 那选择你们的是可厌恶的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 他就来了 他从日出之地而来 呼求我的名 他必来践踏掌权的 好像践踏灰泥 又像陶匠踹泥一样 谁从起初讲说这事 使我们知道呢 谁从先前说明 以致我们说他没有错呢 谁也没有说明 谁也没有宣告 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 我首先对喜安说 看哪 看看这些 我要把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 我看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人 他们中间也没有谋事 我问他们的时候 可以回答一句话 看哪 他们都是无有 他们所做的都是虚无 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 都是虚空 自己的真相随 可以回答